馬英九基金會申請陸生來台進行交流 所以我們希望馬英九基金會安排這次陸生來台 能夠按照申請的目的和內容來進行 最基本的我們要做到的是 其實不只這次的交流活動 任何交流活動都希望能夠不要自我矮化 能夠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不要去呼應對岸一再的統戰訴求 當然更進一步我們會期待兩岸的年輕人的交往 其實重點來到台灣 是要看中國所沒有的 什麼是中國沒有 而台灣獨有當然是民主的轉型 那三層論壇行之有年 那因為相關的內容是台北市政府在舉辦和籌劃 所以目前我們了解狀況 台北市政府還沒有做任何更多的消息來釋出 所以重點問題出在哪裡 可能要問台北市政府 不太便宜多摩 感谢观看